好 那大家在意的就是说 好吧 如果你要出来选 那你就去选吧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看到 有高雄的市民 有网友他也说 他其实已经累了 就是如果说韩国瑜市长 你要去选总统 你要去夺这个大 你要去争取这个大位 你就去吧 我们高雄市自己好好发展 有另外一群 所谓的铁粉 韩粉 他有可能就会不满这样的言论 因为他们是真心的希望 韩市长来担任总统 争取这个总统的位置 然后好好的带领台湾 那所以其实韩市长 他现在就不清不楚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反而会是造成 支持他的这些韩粉 自己当中的撕裂 我觉得这倒是韩市长 可能要再想一下的 虽然他讲爱与包容 但是他的铁粉当中 有些人的确就没有爱也不包容 所以我还是要回到 回到一句话就是 我还是建议市长 如果说无论宇宙多么的美好 但是他的 现在的专注点还是高雄市 市政还是很重要 大家的肚子很重要 民生议题很重要 你之前讲的不要忘记 还是要回归到 你现在该做的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